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次另一場五班賽事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隻星雲浩騰 看上次在第14場次 五班1650的場次表現 星雲浩騰就是10號 藍藍色衣服 紅色帽 紅色帽 紅色頭罩 現在大約在第五位 在外搭 第三搭 就是星雲浩騰 上次潘明輝 騎得他不錯 今季潘明輝一直表現都很好 每個賽馬日都有些交代 跟以前真的很不同 可以說上了力 這個騎士今季 他拆騎的馬都不錯 包括這場 看到現在 7號那隻 就是天時明驅 藍色衣服 接著 守住第二位 5號白色衣服 斜洞那隻 就是堅有利 接著 6號白色格仔衣服 那隻 就是黃金風俗 我推介給大家 星雲浩騰 現在大約第五位 你會看到 紅色頭罩 接著2號那隻 龍澤飛驅 等一下 都可以看起 他和龍澤飛驅 後場的走勢 兩隻馬這場 其實都騎得不錯 差不多 進來直路的時候 開始看到外面 9號這隻 就是勝利同盟的走先 但走先不代表有好處 因為回來 走先了就沒有力 段容多重 進來直路的時候 看到 看到 推介給大家 這隻星雲浩騰 開始騎下去 就有反應 當然了 龍澤飛驅 蔡平紹騎 都是非常之好 星雲浩騰 這次有個綁利之下 接著 火車潘就在內欄 那裡 放進來 鬼鬼祟祟祟 現在還沒看到 最後這幾步 輕輕地推上來的時候 就在內欄那裡 可以讓他 偷到雞 就是跑到第二 其實這個第二很接近 但是 都要讚火車潘 萬馬奔騰之下 他就在最裡面 放到好位 那就是 拍照 有回第二 這次我覺得 找他做膽 都是OK 始終他的磅力 不是很重 第一場五班賽事 除了選了給大家的 膽識雲浩騰之外 腳角方面 這幾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隻大家可以去參考的 就是這隻 起勝威龍 起勝威龍 剛剛那場 都叫做有表演 就可以入到的位置 這次就 七檔 用王智宏 就有七磅 完全的形勢不同 第二隻 可以去想想 就是這隻 另頭線區 周進樂騎 一檔有兩磅 上次都是有好表現 這隻大家都要留意著 第三隻 就是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這隻 贏科超影 這次122磅 六檔 蔡明少騎 廖康明最近的表現都不錯 上次 他都可以 入到位 這次1650 也是適合 這四隻 五六七八 大家可以留意著 因為始終這場 我覺得開靜路的機會 會大一點 提供給大家 昇雲浩騰做答 拖起勝威龍 領頭線區 和贏科超影 這場 你四連環 都應該穩陣 好拍檔 阿彭一樣有好東西 提供給大家 上次我中了三重賽 希望這次 能夠延續這個好運 大家一起在 接下來的賽事 贏爆馬會